今晚 黄麗丸小回宾 台北报道 老人喜欢童书的人也不少 好消息是华人世界第一个儿童绘本奖成立了 丰子凯儿童图书奖呢 鼓励作家创作 得奖的童书将会在台北 上海 香港等地展出 而且还用这个装置造景重现了童书里的场景 打造非常梦幻的展场 童话中一对慈爱父母 抱着熟睡的小女儿 这种平凡的幸福感动了许多爸妈 也感动了评审 让这本童书还原 成为第一届丰子凯童书奖的冠军 另外描述爸爸心情工作过年才回家 而理法厅是让好久不久的爸爸 换人一心的地方 这个重要的场景 在丰子凯奖巡回书枕上 完整地呈现出来 这是一个在里面的一个转折 故事的一个重要转折 这小女孩怎么样从陌生 慢慢慢慢熟悉了这个父亲 在这个理法厅 爸爸理了胡子剪了头发 又成为女孩心中熟悉的父亲 复古的装置 让每个走进这里参观的人 都成了书中那位被爱包围的小公主 这余丽琼小姐写的这个故事 其实是她自己的亲身经验 我们觉得她的文字非常非常的 虽然是内敛的 但是情感非常的丰富 还有这个奥巴巴的驾驶 又够拉风 因为她身穿东古世纪的骑士装 在车阵中特别醒目 这也是还原童书 想要不一样这一本书的场景 书里透过幽默的比较手法 开启不一样的想象世界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 想要不一样的心情 其实你不是想要革命 你不想要裸奔 你不想要做惊世骇俗的事情 其实你有时候只是想要休息一下 搞笑一下 然后做一点点 引起别人小小注意的事情 超过50本优良童书 在现场展示 都是入围了第一届 丰子凯童书奖的作品 这是亚洲第一个原创华文童书奖 创办者来自香港 陈一新加读基金会 阻挡这个奖项的 就是第三代接班人陈宇佳 我生在南极利亚 在南极利亚 所以我没有机会 我没有机会 但是我从中文学生很坏的学生 所以我认为今天 我们很高兴 我认为我的孩子 能够学习 和能够取得到这些图案的 与丰子凯命名 是因为他是中国近代 公正最爱儿童的艺术家 他的散文跟漫画里 都透露浓浓童趣 所以从丰子凯童书奖开始 华人世界也要有专属的 儿童图画书 其实因为绘本这个领域 其实一直以来 大部分都是翻译的 童书 那虽然绘本 它是没有什么国际的界线 比较没有文化的界线 但是其实在很多的细节上 包括场景 包括人物 包括一些习惯 还有语言的表达 其实我们自己的绘本 跟国外的绘本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31本入围作品 台湾作家就占了26本 高达八成 因此童书巡违展的第一站 就从台北起跑 鼓励绘本作家再接再厉 也让更多人有机会欣赏 这些优良作品 连达新闻黄霖 沈徽宾采访报导 接下来的时间 名人要推荐其他